再来看到花莲社区大学校长沈君如 参选先议员一职 21号也前往了选委会抽中了14号签 沈君如表示将会用自己的经验来服务 一票一世情恳请民众能够支持他的服务 沈君如14号一张票一世情 一张票一世情 沈君如动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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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党籍的先议员候选人沈君如在21号错中14号 并表示他相当关心共鸣议题 包括建立地方知识学 体育观光灿烂发光 高龄化社会长照等议题 希望第三选期的相信能够支持他为大家服务 这次参选议员我希望能够尽我所能的 在我过去的经验跟服务经验里面来服务给社会大众 然后尽其所能的来为我们所有的民众来服务 那这次呢抽到了14号 我觉得是一张票一世情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栽培 谢谢你们 谢谢 沈君如表示第三选期所涵盖的六个乡镇市 包括了吉安乡 朔丰乡 凤林镇 光复乡 望龙乡和风冰乡 范围可以说是相当的广 沈君如表示 21号已经完成抽签了 抽到了幸运的14号 一张票一世情 欢迎相亲支持他为花莲来打拼 记得转意 欢迎收到